哈喽大家好,我是貂蝉,今天讲一个斗智斗勇的警匪故事,猫鼠游戏。 小李本来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,变故说来就来,父亲公司破产,父母感情出现裂痕,最终离婚。 小李接受不了这个现实,离家出走。 他一个人来到纽约,神无分文,开始尝试做假支票取钱,但是由于技术拙劣,没有成功。 他在路上看到被空姐簇拥的机长,灵机一动,有了新的主意。 他成功搞到了一套机长制服,走在路上享受着路人羡慕崇拜的眼光。 有了泛美航空机长的身份掩饰,兑换假支票便容易多了。 因为自己长得帅气的外貌,他专挑小姑娘下手,轻松就在柜台套出了支票防伪的原理, 然后买了一台游墨识别回家研究,开始通过伪造支票走上了致富之路。 这时,FBI的卡尔终于出场了,他注意到有人图改支票底部密码套现,开始了漫长的抓捕之旅。 他们第一次交手在小李伪造的支票的旅馆,卡尔推门而入,看到满地的作案工具, 以为可以瓮中猪鳖。 小李却不急不慢地从厕所出来,自称是中情局的,罪犯已经被抓走了。 他镇定的情绪让卡尔难以怀疑,等反应过来,小李已经跑远了。 当逆了机长,小李想当医生了,他伪装了哈佛医学生的毕业证书,应聘到一家医院。 所有的医学知识他都是通过电视学习的,在医院里他还爱上了一个小护士。 与此同时,卡尔通过一系列调查,已经摸清了小李家里的全部底细,还通过小李寄回家的信件,找到了他的住址。 小李喜欢上了小护士后,打算向他求婚,他放弃了医生的职业,通过刻苦学习,竟然成功地考到了律师资格证。 游身一变,他又成了律师,今年平安夜就是他们的订婚夜。 卡尔却再次追查到这里,小李不得不开始跑路。 卡尔安排了便衣警察埋伏在机场,即便这样,还没有抓到小李。 小李穿着机场服,在空姐的环绕下,大摇大摆地离开了。 跑掉之后,他继续伪造大额支票,FBI的专家验证后确定,这种技术只有法国才有。 最后,卡尔想到了小李父母相遇的法国小镇,果然在那里抓到了作案的小李。 小李被判刑17年,当时他甚至没有成年。 卡尔常常回去探望他,咨询他有关伪装支票的事。 爱才心切的卡尔最终担保了小李,让他在FBI经济犯罪科工作将功补过。 小李还发明了新型支票防伪法,被全球采用。 最后,你肯定不敢相信,这么传奇的故事,居然是真实事件改编。 好了,本期的貂蟬聊电影就到这里了,喜欢的朋友不妨点个赞吧。